有 Feeling 有些關於事了 熟悉的角色 熟悉的音樂 讓所有心戰亦名 熱血噴張的一幕 《星際大戰七部曲》 原力覺醒即將上映 完整預告片正式曝光 延續前幾集的風格 機器人大軍戰機轟炸 光劍對決場面盛大 除了新角色外 饰演莉雅公主的凯莉沸雪 和饰演汉索罗的哈里逊福特 也宣告回归 不过预告片却看不到 经典三部曲中的第一主角 天行者马克·汉米尔 在之前曝光的海报中 天行者同样不见踪影 到哪儿去了呢 吊足隐秘畏恐 第七集的背景 设定在绝地大反攻的30年之后 黑暗的西斯大地被消灭 绝地武士绝机 只剩下天行者陆克一人 但他担心被黑暗势力吸引 销声匿迹 30年之后 一行人展开寻找他的旅程 星战系列在欧美影响庞大 为了这部睽違十年的续集片 厂商之前保密到家 预告片千挑万选 在美国周易的美式足球业 转播中场播出 锁定特定的男性族群 看着星战电影长大的 或者没看过前面几集的 而且预告播出后 立刻接受订票 还寄出马拉松套票 一次看完前面六集 最后才看全新的第七集 全套新战轰炸许多四中 隐秘遭遇锁定抢票 以勃勃宣传来势汹汹 全力抢夺今年最大票房霸主 记者渝依 银介我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